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把轮回视为一座失火的大宅院 在这个宅院之中 没有一处可以停留 认清轮回的本质 你就会对轮回产生厌倦 而如此的厌倦将激发你努力寻求解脱 在世俗地之内 自我和他人 痛苦和快乐 以无限的形式来显现 这些表象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 但众生却相信他们是真实的 因而在轮回之中流浪迷糊 透过努力寻求解脱 你终将获得解脱 轮回从来不会自行消失 你自己必须积极地想要更出轮回 如果你认识到轮回的痛苦 你将认清烦恼 和烦恼所产生的负面行为 是痛苦的根源 你会认清 执着于自我的概念 是烦恼的根源 解脱 意味着让你自己脱离烦恼 和负面行为的束缚 而让自己脱离这种束缚的方法 是羞耻无法 续修学戒律 禅定 以及让你了悟自我和现象不存在的智慧 戒律是禅定的基础 禅定是智慧的基础 如果你适当地修持佛法 即使一天只有一小时 无数身世和无数节以来 所造作恶业的结果将能够被清净 随着你持续地修持佛法 即使修持的时间不多 人将逐渐能够在解脱道上向前迈进 最后 你将证得永不消逝的真正大乐 即使今生 达不到解脱轮回涅槃的境界 起码要尽力修行到此地 尽量预做准备 趋尽解脱的境地 你将不愧 同时成就佛法和凡俗今生的目标 如果这是你的愿望 毫无疑问的 你正在欺骗自己 修持佛法能够使众生脱离轮回 获知证悟 因此 这是真正到达父母仁慈的方式 请听法音 在任何场合 当上师传授教法时 我们包括传授教法上师和听众在内 应该像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诸佛念诵其愿文 并领受他们的加持 如果你拥有足够的顺缘来认清 成佛是唯一长久而真实的快乐 带有轮回动机的行为 只会导致痛苦 那么你一定要帮助每一个人 认清这一点 如果你训练和调伏你的心 你对朋友和仇敌的概念的执着都会消失 你会把每个人视为你的父母 兄弟和姐妹 一切现象的本质超越来与去 永恒与虚无 存在与不存在 单一和多元等概念 观世音菩萨 诸佛慈悲地化现 虽然 他为了众生 而展现无数不同的身相 但观世音菩萨的本质 从未改变 观世音菩萨完全的正物 已经正本处智慧 他的心是诸佛无二不变的正无心 即究竟的法身 观世音是无限悲心的展现 这种悲心 属于一切诸佛的心中 身为人类 如果我们对观世音菩萨 升起前进心和信心 我们将能够领受到 他的加持 证得所有观世音的正物功德 观世音菩萨的六字明咒 是观世音的一个化身 观世音菩萨即是悲心本身 以一个本尊的身相化现 观世音菩萨即是悲心本身 在任何时候 任何一个人 甚至一头无知的野兽 看见这六个种子字 或听到六字明咒的种音 解脱的种子 就会在他或他的心中默下 使他或他免于堕入下三道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六字明咒的种子字 即使是由一个普通人来书写 也不是寻常的种子字 而是已经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心加持的种子字 这些种子字 是由观世音菩萨是由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所构成 具有解脱的力量 如同时空提供山栏和陆地存在的空间 如同时空提供山栏和陆地存在的空间 观世音菩萨和一切诸佛的智慧与慈悲 能使众生正得解脱 诸佛的慈悲 不是有限的或有所偏好的 并未受到喜欢和不喜欢 或偏爱的束缚 他们的慈悲如天空般 遍布在每个角落 如同母亲 知道她的孩子是否安好 其恶陷入危险或寒冷一般 观世音菩萨 总是明了 众生需要从轮回的下三道中解脱 观世音菩萨 总是明了 哪些众生可以走上大乘的道路 以及哪些众生 已经能够被带领至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没有分离或延迟 他的慈悲事业 是毫无造作而自然的 即使是一阵清新的夏日微风 也是诸佛的事业 诸佛的事业 不需要任何造作或目标 不像寻常众生的事业 如同水 天生拥有湿润物品或溶解无尘的特质 观世音菩萨 每个微小的行为 甚至他的一个手势 都能带领他人 虚想解脱 没有诸佛的无限慈悲和智慧 众生就不可能从轮回中解脱 是你的根本上市 那个正确无物的教导你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的人 无别于观世音菩萨 并怀着极大的虔诚和恭敬 来向其鼎礼 一个良善利他的心 乃是健康 长寿和财富等 短暂快乐的根源 以及从轮回中解脱 或知证悟等究竟大乐的根源 所有轮回 敌 战争 饥荒 疾病 天灾的痛苦 都源自称恨和其他内在的毒药 当有害的念头身形 人们只想到伤害彼此的时候 世界扶持日以衰退 如果人们的心充满了住人的愿望 世界扶植便会稳定挣扎 为了获知短暂的和旧静的安乐 你首先要升起菩提心的发心 也就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 而获知证悟的心 而此一补提心 远自于慈悲 为了振得补体 为了振得补体 修持柳波罗蜜和了物空性 龙树说 如果你立志证悟 它的根本是如须弥山一般 稳固的不提心 遍在的慈悲 以及无恶的聚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3月28日星期二 上午9点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礼拜慈悲三昧水产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3月29日星期三 上午9点 举办中风三十系列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3月30日星期四 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即佛前大功 13点30分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意 供目佛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举办 亲民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月经 点灯供水 要供即甘露诗实 恭请常驻法师组法 日期4月1日星期六 到4月3日星期一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2. 变财天 顾名思义 变财天以聪明和具大变财而得名 又称美迎天 妙迎天 他是掌管智慧变财 音乐与福德的天神 变财天 原是印度人信仰的和神 有人说他是男神 但大多数认为他是女神 是阎罗王的姐姐 他居无定所 经常与各种野兽为伴 变财天的形象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八臂菩萨装束形象 旁边六臂食物 中二臂合掌 一种是菩萨形象的坐像 左手拿琵琶 右手做弹奏状 也有做弹空口状的 很显然 前一种形象来源于佛典的记载 而后一种形象 则是根据变财天 在音乐方面的特征而塑造的 三大梵天王 有座梵天 梵王等 是婆罗门教的尊神 被认为是世界万物的施主 大梵天后来成了 释迦摩尼佛的护法神 据传世尊自都帅天降生的时候 大梵天守执白斧子 在佛前做引道 世尊成道后 施舍自己的宫殿 请佛说法 大梵经记载 世尊行将入面时 将护持佛法的重任 交给了他 大梵天居住于色界 为色界初禅天之主 与范府天、范仲天 合称色界初禅三天 较为常见的大梵天的形象 是四面四壁 手里拿着莲花、念珠、玉镜瓶、结印 做其色额 另外 梵天还有一面二壁 三面四壁形象 中国寺院中 梵天多与诸天 共同供奉于大雄宝殿之中 还有一种 是他与帝世 共同侍奉 释迦佛的形象 四 帝世天 帝世天原是 佛罗门教的天神 音译做 仕体缓音 因陀罗等 大致度论记载 他原是摩羯陀伯 一个佛罗门 生性乐善好施 他有三十二位知己 与他同修福德善业 死后又一起升到了 刀立天宫 刀立天共有三十三天宫 故有称三十三天 帝世居刀立天中央的善建城 右座喜建城 他的四面各有八天宫 分别由他生前的三十二位知己 作为赴城居住 敬明书等书则说 迦瑟佛入灭后 有一位女子发心为佛修塔 另有三十二人住院 后来以此功德 她们共生刀立天宫 那位女子便是帝世天 帝世天经常用种种物品 供养世尊和僧众 帝世天形象 显密所穿各异 在汉帝寺院中 她的身后一般有三位天女 其中一位给帝世打伞 一位端盘 内成莲花 一位捧一个山石藤井 亦为须弥山 北京石井山区的法海寺 存有明代的壁画 其中极有帝世天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